北京时间9月25日,全运会女排成年组比赛,在休战一日后重燃战火,首场半决赛为免冠军江苏队迎战上海队,经过四局的比拼,江苏队总比分3比1击败上海队,率先闯进决赛,比分为25比19,25比18,12点25分和25比11。 有两大国手张长宁和龚翔宇领衔的江苏队,循环赛拿下6胜1负,排名第二进入4强,以张艺禅、张磊等人为核心的上海队,循环赛4胜3负,排名第4晋级,循环赛是两队交手,当时江苏队以3比1击败上海队,本场比赛,江苏队首发阵容为主攻张长宁、许若亚、复工周新义、王晨月、坚硬龚翔宇、二船凋零宇和自由人妮非凡,上海队率先亮相的是主攻杨洁张艺禅。 赴公秦思宇、高益、坚硬张磊、二船便宇倩和自由人王唯一。 首局上海队先发制人取得7比3的领先,江苏队加强篮防,张长宁拦网得手,王晨月探头打中,龚翔宇反击命中,进入一中局张长宁连抓反击,龚翔宇后攻得手,江苏队实现16点14分的反超,局末阶段江苏队保持优势,凭借许若亚4号位强攻得手,以25比19先下一城,第二局两队开局战至5比5, 张长宁拦网拿分,龚翔宇两次后攻反击得手,江苏队连得4分9比5领先,进入中局阶段,江苏队进攻强势,上海队一传不稳,龚翔宇和许若亚先后得手,江苏队一路压制,以25比18再下一城。 第三局上海队展开反击,张艺禅强攻稳定,张磊后攻多次拿分,江苏队进攻受阻卡伦严重,上海队将比分拉开到17比6,江苏队调整阵容派上二传孙艳,上海队依旧保持高效一攻,凭借杨洁的强攻,以25比12追上一局。 第四局江苏队稳住局面,限制住杨洁和张艺禅的突破,自身进攻重新打出威胁,张长宁和龚翔宇反击多次进攻,江苏队在许若亚的发球轮连续拿分,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以上,周新一发球得手,江苏队24点10分拿下赛点,依靠凋零宇的二次球得手,江苏队最终25比11轻松拿下,总比分3比1击败上海队率先晋级决赛。